川菜中有许多经典菜肴 但谁能称为川菜之首呢 回锅肉 有句话 路俗不吃回锅肉 等于没有到四川 这道菜香味浓郁 咸鲜下饭 以前用的回锅肉 基本上都是做豚肉 这儿的肉四分肥六分瘦 但现在常常用到的是五花肉 肉要冷水下锅 水中要放入葱和花椒 可以帮助解腻 去除肉腥 肉要煮到六至七分熟 煮太久 瘦肉就会流失过多的水分 会变辣 炒出来达不到瘦而不柴的效果 而且肥肉的部分又会太烂 不好切片 煮出的肉 冷却后要放冰箱冷藏 再切成均匀的薄片 回锅肉的配菜 要用到中国的青蒜苗 还有就是皮线豆瓣辣酱 这道菜的味道就能抓住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红柠菜 皮线豆瓣辣酱在川菜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可以说是川菜的灵魂之一 它是全人工自然发酵的辣酱 发酵后的豆瓣会产生独特的鲜味 大大提升了辣酱的滋味 剁碎后再烹饪 口感会再提升 制作回锅肉千万不能偷懒 肉一定要下锅煸香 而不是简单的炒熟 这样肉片中的脂肪 有一小部分会在油温的作用下融化溢出 也就是吐油 会帮助降低肉的油腻程度 提升肉的质感 炒肉片时用油量不能过多 一定要把肉炒散炒香 醋油不粘锅就好 土油的火候要掌握好 煸出来的肉要香而不老 肥而不腻 烹饪的时候 蒜泥姜末皮线豆瓣辣酱 一定要边香边透产生锅气 让这些综合的味道 香气能够完全包裹渗透到肉中 达到肉鲜味美 降香扑鼻的效果